各位弟兄姐妹以及新朋友主日平安 欢迎参加《独信圣经》 长老会加密三堂2021年2月7日的主日早上崇拜 如果您是首次参加我们崇拜的新朋友 我们前程的欢迎您在今后主日早上 一起来跟我们敬拜上帝 今天是2月的第一个主日 因此在教会也有实体的敬拜 我们特别欢迎今天来到教会实体敬拜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也是圣餐主日 所以如果您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 在家里透过网上跟我们一起敬拜 那我们也欢迎您自备丙和悲 与我们一起来领圣餐 今天我们牧师正道的主题 是门徒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现在让我们全心全神 专注地来敬拜主 因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全地当在他面前赎尽 优优独 seaweed 优独 seaweed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今天的宣召经文曲至《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我曾预告 我曾拯救 我曾说给你们听 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 耶路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 我就是神 我们现在低头祷告 自卑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今天能够再次由往上崇拜 和在教会的实体崇拜同步进行 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的以前 教会之体能够如此的敬拜 实在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创造的主 你是宇宙的主宰 万有都是靠你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执政的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你造的 你在万物之先 万有也靠你而立 你更爱世人 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献上生命 流血十架 为人赎罪 凡献者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哦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耶稣已成就大事功了 全地听主声音 万民欢欣喜乐 慈悲怜悯的阿爸福 我们再次祈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 除去我们心中任何罪孽 好叫我们的祷告祈求 能向心香之气 上达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我们也为肢体中身体有软弱的 求主怜悯一致 并使他们深刻体会 主的恩典是够用的 主的能力是在他们软弱的时候显得完全 爱我们的天父 这来临的周五 就是华人的农历新年了 在疫情阴霾的笼罩下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新年 家人亲友不能像往常那样尽情自由的团聚 晚堂的弟兄们更是无法自由出入工地宿舍 祈求天父特别与弟兄姐妹们同在 教会肢体间在新年期间的问候祝福 除夕当天要派送给晚堂弟兄的新年礼物 可以成为这段时期提醒弟兄姐妹们 上帝慈爱和恩典的记号 现在我们祈求圣灵特别恩高 我们牧师 祈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赐我们能力 使主的话语活在我们心中 叫我们生命中充满恩典 活出爱 发出光 犹如太阳发出光芒 遍地花朵开放 成为一个彰显神荣耀的门徒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在天上的父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朗诵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仙上 阿神明 为人数最小孩 用声门离打开 爱人可敬来 赞美祝 赞美祝 全地停住声音 赞美祝 赞美祝 万民快乐高兴 请来 借主耶稣 进入佛家中 荣耀归主 祂已成交大事工 赎罪 完全救恩 主宝学大功 繁星者的用生 生应许是恩 只要我从罪人 真心接纳住 以尽信号耶稣 比梦他责灭 赞美主 赞美主 全地听主声音 赞美主 赞美主 万民快乐同心 尽爱 借主耶稣 进入佛家中 荣耀归主 祂已成交大事工 荣耀 为真心 祂成交大事 借神之耶稣 我们的大欢喜 赞美主 赞美主 全地听主声音 赞美主 赞美主 万民快乐同心 请好 借主耶稣 进入佛家中 荣耀归主 祂已成交大事工 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以赛亚书第43章6到7节 还有10到12节 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 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 将我的众女从地籍领回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 且信服我 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 在我以后也没有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我曾指示 我曾拯救 我曾说明 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 所以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也是神 好 弟兄姐妹们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 能够再次地回到教会 来敬拜祂 虽然每次的见面 提醒了我们 一个月的时间 这么快又过去了 但是不管怎样 这也是神的恩典 因为祂保守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感恩 好 我这个时候 我想邀请弟兄姐妹 我们这个时候 一起地来为着 今天的这个机会 我们一起地来祷告 我们一起地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弟兄姐妹 今天能够再次地 回到教会来敬拜祢 并要一起地来敬守圣餐 以此来纪念祢的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来受死 我们恳求祢的灵 这个时候 来预备我们众人的心 无论是在家中 或是在教会里 我们都能够 以一颗感恩 以敬虔的心 来敬拜祢 但愿我们的敬拜 因有祢的同在 而得到祢大大的赐福 感谢祢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靠我们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啊 有一首诗歌 《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我想这首诗歌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而且也很熟悉 这首诗歌提醒了我们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的身份是 《我是个蒙恩的罪人》 圣经描述我们基督徒 有好几个不同的身份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但也是蒙神所爱的儿女 我们也是 君尊的祭司 被召出来 终身撕立在祂的面前 来侍奉祂 这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我们也是基督 实价的精兵 为主征战 我们是个农夫 因此神要我们 殷勤地来为祂做工 我们也是个管家 神把很多的时间 才干金钱 托付了我们 并赐给我们 许多的恩赐 祂也把孩子 托给我们 因为圣经说 而你是耶和华 所赐的产业 所以神束缚我们 要成为一个中心的管家 但是在这所有不同的身份当中 最令我们感到不配 但却是最荣耀的 莫过于我们是神的见证人 所以今天早上 我要和大家来分享 门徒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这个题目 有关于我们对神的见证人 这一方面的认识 在旧约的以赛亚书 第43章那里 就讲得很清楚 以赛亚书第43章第6第7节说 我要对北方说 把他们交出来 又对南方说 不要拘留他们 要把我的种子 从眼方带回来 把我的女儿 从地约领回来 就是所有按照我的名 被招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 创造的 是我所说造 所做成的 然后第10到第12节 这么说 耶和华说 我曾说 我曾说给你们听 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 我就是神 在这短短的三节的经文里面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 就重复出现了两次 由此可见 见证人不单只是个荣耀的身份 而且是任重道远 那我们要怎样作为一个有效 且能够讨神许悦的见证人呢 有关于这点 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身上来学习 在主耶稣的身上 我们看见 作为一个有效的见证人 他必须能够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圣经告诉我们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把他彰显出来 自古以来 没有人见过神 因为神是个灵 直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人听他的讲道 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人在很细微的世上 看见他是怎样的对待了 那个时候 人从他的身上 才领悟到 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主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在他每天的生活里 透过他的行事为人 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 他与罪人一同吃饭 他不轻看 也不回避猖聚 当有人把小孩子 带到他面前时 他怀抱他们 不像他的门徒 想要燃煮他们 我们都晓得 在耶稣那个时代的 以色列人的社会里 长大麻风 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在入身 与精神上 所受的痛苦 是非常大的 约伯 这位受尽苦难的圣经人物 他如此形容他的麻风病 他说 我的肉体 以虫子和藤土为一 我的皮肤 才收了口 又重新破裂 这句话 在新一本的翻译是 我的皮肤裂开 又流浓 皮肤裂开 又流浓 你可以想象 约伯满身 都是浓 都是血仓 风一吹 那个灰藤 就黏上来了 所以难怪他会说 他是以藤土为一 长大麻风的人 最大的痛苦 不只是肉身上的 也是心灵上的 因为他会被人撇弃 关到城外 以示各觉 这个比起现在的居家隔离 还要更痛苦 把你居家隔离十四天 你就已经受不了了 是不是 不但如此 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当有人经过他的时候 他必须要喊 我是大麻风 我不洁净了 我不洁净了 远离我 远离我 所以 当人遇到一个长大麻风的 都会离他远远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有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 居然敢来到耶稣面前 来求他说 主啊 如果你肯 必能叫我洁净 这个时候 耶稣不但没有远离他 也没有拒绝他 他甚至还用他的手 去摸他 对他说 我肯 这个摸 是一个爱的触摸 是能力的触摸 是生命的触摸 在圣经里面 记载了许多耶稣的原形举止 你不能看见 他的一生都在彰显神的荣耀 而人们在他的身上 也的的确切看见了神 圣经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度身子 把他彰显出来 而耶稣 也真的是 做到了 他对人说 人看见了我 就是 看见了父 弟兄姐妹 同样的 今天 人也看不到基督 因为他已经复活生天 到父那里去了 那么 人 要怎么样 才能够认识 我们 所信的神呢 人 怎么样 才能够认识 耶稣基督呢 就是 借助 你我 这些 主的门徒 我们都是 基督的 见证人 因为神说 你们 就是 我的 见证人 那我们 是否能够像 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能够把神的这个荣耀 给彰显出来呢 第二 从主耶稣的身上 我们看见 要作为一个有效的见证人 他必须乐意 顺服 以遵行 神的旨意 西班牙书的作者这么说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一辈的身体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为要造你的旨意行 马太记载当年 主耶稣 当他知道 他在世上的日子 不多的时候 他在科西玛尼言 他向天父 这样的祷告说 他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个杯 离开我 然而 不要造我的意识 只要造你的意识 弟兄姐妹 顺服 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因为这不止 因为这不是 只是一个心愿而已 每个人都有心愿 但是 愿不愿意 去遵行 这才是重要 希伯来书的作者 告诉我们 基督 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 祷告 恳求那人 救他 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缘故 蒙了应允 这个应允 不是天父 听了他的祷告 把他的苦碑 给拿去 不是 而是指 耶稣 他很乐意地 顺服天父的旨意 因为希伯来书 第五章第八节 那里 就那里 说得很清楚 他说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 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所以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看见 他凡事 都乐意 来遵行 上帝的旨意 所以为此 希伯来书的作者 也同样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 也应允那些 凡事乐意 顺从他的人 必能得到 永远得救的根基 希伯来书 第五章第九节说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所以 要作为一个 有效 以逃足 许业的见证人 他必须 乐意 顺服 以 遵行 主的旨意 在华人教会的签子里面 有一位很受人尊敬的一位老牧师 这位老牧师 他很有讲道的恩赐 他现在 他已经回天下了 这位老牧师 在他侍奉的经历中提到 有一次 他和一位美国的传教士 到中国穷乡 避朗的地区去传福音 他说 这位美国的传教士 在美国 明明有这么舒服的生活 这么健康的生活习惯 可是到了中国以后 他还是能够完全的 入乡随俗 看见他侍奉了这个态度 老牧师说 他感到 非常的惊讶 他说 有一次 他们来到了一个 苗祝人的地方 他发现 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是 他们是从来不洗碗的 而是用舌头 来把这个碗 填得干干净净的 每次吃完饭以后 就用舌头 来把那个碗 来填干净 然后就放到一边 从来是不洗碗的 那么当这苗祖人 看见他们这一帮人 是贵宾 是外国人 或是这个仙教士 他们还要多填几下 把这个碗 填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就给他们 剩饭剩菜 拿过来给他们吃 老牧师说 看着他都不敢吃了 可是 他那位美国的传教士 就是那么重庸地 用手借过来的 绣完放后 就这样吃了 一点挣扎 也没有 老牧师说 他看了 非常的感动 当然 现在有好多 有健康知识的人 都会劝你说 千万不要冒险啊 以免得了这个传染病 那你就知道 如果要做到 像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 第九章第二十二节 那里所说的 要能够活出基督 要能够活出基督 像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 唯要得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 总要救些人 弟兄姐妹 圣经说 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我们做得到吗 所以要遵行神的话 顺服神的旨意 那可真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 你可以有很多的心愿 你可以有很多的盼望 可是 心愿归心愿 盼望归盼望 但是要行出来 就不那么容易 你说 有谁不希望 每次聚会的时候 都能够准时的 我想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对吗 有谁是希望 每次聚会都迟到的 肯定没有 是吗 希望聚会都准时的 请举手 我相信 每个人都会举手 但是如果我这么问 每次聚会都准时的 请举手 我看一定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举手的 所以光有心愿是没有用的 同样的 要顺服神的旨意 要能够活出主的样式 是很难的事情 我们再说这个唱诗 唱诗好了 那些在崇拜中 做主席 或者是带领 唱诗的 他们最头痛的一件事 就是底下的人都不张口 你站在台上 一直说 请大家开身一起来唱好吗 很多人的嘴巴 不开就是不开 即使脏口呢 也是唯唯地脏 一点都不像歌词里面所讲的 我们要来敬拜你 我们要开口 赞美你 颂养你 来参加聚会 也是如此 懒懒散散的来 勉勉强强强的来 在圣经里面 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主耶稣的门徒 彼得 他三次不认主 彼得说 主啊 我永远不会丢弃你的 就算众人否定你 我都不会否定你 就算为你死 我都可以 等到真的考验 来到的时候 他马上就吓得 连在一个死你的面前 都否认 不但如此 他还发奏启示说 我不认得这个人 这句话 真的是很伤到我们的主的心 那你否认也就罢了 还要发奏启示说 我不认得这个人 所以弟兄姐妹可见 我们这个人 真的是太不可靠了 所以啊 要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 要遵行神的旨意 要把神的荣耀 彰显出来 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要怎样 才能够活向我们的主耶稣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 把神的这个荣耀 给彰显出来呢 且能够随时 乐意地来遵行 神的这个旨意呢 作为神的见证人 要活向基督 我们的生命 就必须时时 与主联系 就像主耶稣 他的生命 时时与天父联系一样 他说 我以父 缘为义 这句话 虽然是指着 他的这个神性 来说的 因为 他是 神的儿子 但是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 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 他的生命 时时 都与天父联系 他的关系 与天父 非常的密切 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他经常 退到旷野 或是去到山上去祷告 的这件事情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尽管 他每一天的生活 都是 那么的忙碌 所以 同样的 如果我们想要作为 一个有效的见证人 那 我们的生命 也必须 与主 常常 有这个 联系 主耶稣 在他所讲的 枝子与葡萄树的 这个笔里面 他告诉我们 他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 他里面 这人 就 多借 果子 因为立了我 你们就 不能 做什么 枝子 连于葡萄树 这样 他才能够从葡萄树的 这个主干那里 得到 水分 以养料 这样他才能够借果子 枝子 连于葡萄树 这是一种 生命的 联系 所以我们 与主的关系 一定要非常地 真实 与深入 所以我们要操念 我们的心 实时地 来转向神 来 赞养 我们的主 真言书说 你要保守 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这一届的经文 在新一本的翻译是 你要 敬守 你的心 胜过 敬守一切 因为 生命的泉源 由此而出 我们也要接受圣灵 在我们的身上 来改变的 这个能力 这句话是根据 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 第十六节 跟第十八节的经文 那里说到 但他们的心 几时 归向主 怕子 就 几时 除气了 我们众人 既然 长作年 得以看见 主的荣光 就 好像 从镜子里 返照 就变成 主的形状 荣上 加荣 如同 从主的灵 变成的 弟兄 圣灵 要在我们的 身上工作 使我们 越来 越像 主的 这个样式 但是 这里头 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 我们 必须 与主 常有 这个联系 雅各书说 你们 亲近神 神 就必 亲近 你们 最后 希望我们 这些 做主门徒的 我们能够 效法基督 能够 以基督 耶稣的 心 为心 把我们 整个身体 当作活祭 来给他 以至于我们 这一生 能够活着 为耶稣 像耶稣 也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 将神的荣耀 彰显出来 才能够 乐意 顺服 与遵行 神的旨意 才能够成为 他所 许悦的 一个 有效的 见证人 我们一起来 祷告 亲爱的恩主耶稣 我们感激你 是你的爱 把我们 从一个 罪人的身份 转变成为 你的儿女 并使我们 从 黑暗中 来 归向 光明 你更是 把 一个 这么 荣耀的 使命 和 托付 给了我们 你不仅 让我们 得到了 这个 永远的 生命 这个 生命 居然 还要 透过我们 这个败坏 和 无用的人 来彰显出 你的 荣耀 主啊 为了 这一切 我们 献上 感谢 但愿 你的爱 吸引 我们 激励 我们 呼召 我们 让我们 正是 为了 这个 荣耀的 身份 和 使命 而活着 也愿 我们 每个人 在各处 都能够 选扬 因认识了 你 而有的 新香之气 以至于 我们能够 成为一个 忠心 却逃你 许业的 见证人 我们如此的 祷告 是奉合我们的 恩主 耶稣 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 从前在罪中 愿离身 心怀 毫无量光 从主言语中 才觉悟 基督我 基督活在心中 主活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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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太阳 放出光芒 遍地花朵开放 只从基督活在心中 才有生命爱广 主活在我心 主活在我心 何等奇妙救恩 基督活在我心 我心充满渴慕之情 能相恩主万全 因有基督活在心中 一面充满恩典 主活在我心 主活在我心 何等奇妙救恩 基督活在我心 好 弟兄妹 我们这个首我们一起来唱 赞美诗第九十六首 同来加冕生命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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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到加冕生命之王 使我莫忘科西玛尼 使我莫忘诸子痛苦 使我莫忘诸爱为我 令我到加冕生命之王 求主使我买你分目 你为我尝试为 愿向天使神穿白衣 看守住在墨墨 看守住在墩墨 使我莫忘科西玛尼 使我莫忘诸子痛苦 使我莫忘诸爱为我 令我到加冕生a 使我莫忘诸子痛苦 我真甘心 我真情愿 被狮子家跟住 我愿与主 通常苦陪 令我到加列山 使我莫忘 可惜吗你 是我莫忘 主之痛苦 使我莫忘 主还为我 令我到加列山 好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一杯我们的心 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 这个时候我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这个时刻来到你的圣餐做前 为的是要再次得你的灵敏蒙你的恩惠 并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也要借助领受你的饼和你的杯 来纪念你对我们的大爱 主啊 谢谢你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 定死在十字架上 恩主 我们这个时候也要在你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过犯 特别是我们在我们的舌头原理上 所犯的一切过错 我们也恳求圣灵这个时候 来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 倘若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隐藏的罪 或是有不讨你许悦的 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候一一的赦免我们 也再次的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亲爱的恩主 我们也恳求你这个时候 分别这个饼和杯 也再次将你的爱来浇灌我们 赐福给我们 使我们在你的爱中被建立 并且能够在爱中彼此相交彼此合意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主耶稣他在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是等到他来 圣餐 是为那些已经信主 并且已经是 接受洗礼的基督徒来预备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请那些 倘若你们还没有信主 也还没有洗礼的话 就请你在这个时候 不要跟我们一起的 来领这个饼跟这个杯 好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的 来领受主的饼和杯 这是主的身体 为我们而舍的 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 来 来纪念堂 这是主的宝血 为我们而留 我们大家一起 以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一同的来领受 好 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留的宝血 不但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使我们得到救赎 我们也因他的宝血 得以称义 不但如此 我们更是因着他的血 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 来侍奉他 西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 这么说 所以 弟兄姐妹 今天 我们能够在教会 神的家里 来侍奉他 这一切 这一切 都是因为做他的 保血 所以 今天 我们要在他的面前 以一颗感恩的心 来向他宣誓 我们愿意 尾身 在教会里 忠心地 来服侍他 来 荣耀他 阿弟兄姐妹 阿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 我要请 那些 在家中崇拜的弟兄姐妹 和我 一起的 来念 这个尾身的 这个 世主的宣言 我念一句 你们就跟着念一句 我相信 主耶稣 拯救我 来服侍他 耶稣 就为我付出了他 一切所有 我也会随时 把我最好的 线上来 服侍他 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 而是靠圣灵的大能 也不是单靠我一人 而是以我的同工们 一起来服侍 我在此宣誓 委身于耶稣 来服侍他 和荣耀他 阿们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在服侍的这件事情上 你以身作则 为我们立下了很好的榜样 你说 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 这一群 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很乐意的对你说 主啊 我们愿意跟随你的榜样 在度性圣经 长老会加密三堂 我们的教会里 来服侍你 来服侍弟兄姐妹 我们肯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无论在大小的事上 都能够忠心 并且是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而不是给人做的 主啊 但愿你再来的时候 你会对我们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是我们的心愿 也是我们的祷告 求你悦纳 求你垂听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祈求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在还未领受祝福之前 想要告诉大家 在这个来临的星期五 是我们华人的农历新年的年初一 所以在这里呢 我先预祝大家 农历新年蒙恩 身体安康 那么因为当天是公共假日 所以我们当晚的这个祷告会 我们就会暂停一次 那么还有我们接下来的那个主日 就是年初三 我们那天呢 也没有这个成人的这个主日写 所以 请大家留意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起的来领受祝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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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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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